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9月20日 欢迎收看第四期的万维独报 我是Jennifer 晚年周恩来作者高文谦 是著名中共党史专家 对当代中共政治有深入的分析研究 二十大前夕 高文谦与一些认为 习近平寻求破例连任 无悬念的评论人士看法不同 虽也认为习近平连任是大概率事件 已成定局 但他认为习即使连任 权力也将大大缩水 高文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如果在去年19届六中全会前 我的看法非常简单 而且相当肯定 习近平连任没有悬念 但是今年不一样了 他补充 去年11月前 中共尚沉浸在大规模百年党庆 和清零政策使中国成为全球抗议模范的豪情之中 但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 检验了习近平权力的含金量 高文谦说 他想通过历史决议 来批江泽民否认邓小平 来颠覆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的既定国策 但他踢到铁板上 高文谦表示 党内实际上是能够迫使他不得不做出让步的 但他最后承认 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基本结论至今仍然适用 第二个历史决议指1981年由邓小平胡耀邦主导 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该决议否定毛领导的文革 反对个人崇拜 反对个人独断专行 但高文谦指出 今年以来的情况完全不同了 俄乌战争前中俄结盟尚不封定 绝不同快速传播的奥密矿病毒共存 坚持动态清零哪怕经济性困境 在台海打破现状升高军事紧张 高文谦称 这些都是习近平亲自领导亲自部署的昏招 而这一切均跟他寻求破例连任不无关系 高文谦断言 习近平即使连任 他的权势也将比十九大事缩水 因为习遭遇了他执政十年来的最大挫败 他的声望可以说降到他执政十年来的谷底 因此高文谦认为 习近平在10月16日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不可能获得大胜 比较可能的情况是终胜 即分权制衡 不得不让出等政军最高职务中的一个 或虽保住三个最高职务 但在常委和政治局中没有占到稳定多数 从而失去了像十九大那样对政治路线的绝对主导权 高文谦分析 在这种情况下 中共政坛的各派势力大体保持平衡 是一种斗而不破的局面 他不得不做出让步 肯定党内多数人要求坚持改革开放 转而把自己打扮成改革开放的继承者 设法把自己那套杨家和之国理念跟改革开放对接起来 高文谦认为 拿毛和习相比 虽然他们都为搞政治运动不惜牺牲中国百姓的生命 但毛尚知道敬畏历史过犹不及 而习更像百姓口中的婚不令 高文谦指出 习近平即使连任 也将是一场独裁者的噩梦 他将始终被恐惧和孤独缠绕 又面临着危机四伏的局面 身边无可用之才 也没有可用之人 他最缺少的就是人心 这是他的致命伤 上个月 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与非洲国家的会晤中表示 北京将免除23比2021年底盗期的无息贷款的本金偿还 曾被中共视为招牌的一带一路项目正在急需减速 由于许多债务国无力还债 中共在自身经济低迷的情况下正在收紧放贷 一带一路项目便临烂尾 9月19日周一 厄瓜多尔总统吉利尔默拉索表示 已与中共的银行达成债务重整协议 到2025年将减免约14亿美元的债务 新冠病毒疫情流行 银屋战争 利率上升 食品和能源价格飙升 都对新兴经济体造成了危机 随着各债务国难以还债 中共面临着更多的滥仗 野村综合研究所的墓内孝秀 在8月份的一份报告中敲响警钟 他说 尼日利亚 埃及 土耳其和加纳等中共的债务国 其外汇储备不断减少 增加了爆发货币危机的风险 根据美国智库荣顶集团的数据 2019年 中共就利息豁免和其他贷款条件重启9项谈判 这一数字在2020年和2021年 分别跃升至21起和19起 但2020年和2021年谈判涉及的总额为521美元 是前两年期间160亿美元的三倍多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 新兴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 在2021年12月到2022年6月期间下降了约5% 这是大约6年来最大的6个月跌幅 世界银行经济学家霍恩等专家 在4月份的一份报告中估计 中共60%的海外贷款 现在流向了属于债务危机的国家 而2010年这一比例仅为5% 日经分析 截至8月底 中共虽然自称拥有外汇储备总额3.05万亿美元 但实际上这其中包括 向发展中国家和其他流动性不足的国家的贷款 如果这些国家债务继续恶化 中共的外汇储备可能会迅速缩水 目前 中共正在缩减其庞大的贷款计划 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 2020年北京对中低收入国家的新增贷款 仅为139亿美元 较2018年的创纪录高位下降了58% 总部位于英国的研究公司Jains估计 中共在2022年前7个月仅提供了2笔超过10亿美元的贷款 而2021年为8笔 中共还面临两个头疼的债务国 一个是巴基斯坦 中共为了在地缘政治上遏制印度 向巴基斯坦借出巨额资金 根据日经的报道 中共在巴基斯坦含有233亿美元的债务余额 而巴基斯坦经济正在崩溃 将携推上可能违约的边缘 另一个债务国是俄罗斯 神户大学教授维谷怀说 由于西方的制裁 中共对俄罗斯的贷款有变成坏账的风险 围绕中共 现在的包围圈是一道又一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9月22日周四 将在联合国大会期间 主持蓝色太平洋伙伴活动 与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领导人会面 其目的就在于强化区域合作 支援太平洋国家 反制中共在太平洋地区逐渐扩张的野心 白宫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官库尔特·坎贝尔 9月19日周一 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一场活动上说 在过去几年间 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具野心的中共 寻求在印度太平洋等地建立军事足迹等 我想这引起了美国合作伙伴的担忧 像是澳洲、纽西兰甚至于这个区域国家 蓝色太平洋伙伴于今年6月成立 由美国、澳洲、日本、纽西兰与英国组成 宗旨是在尊重太平洋岛国的前提下 协调对该地区的援助 并促进与当地的经济和外交关系 印度也拥有该团体的观察员地位 坎贝尔表示 拜登政府相当关注太平洋地区 对美国来说 在该地区拥有战略、道德、政治与人道主义上的重大意义 拜登已计划9月28到29日与太平洋国家领导人会面 加强美国对太平洋地区的承诺 以及抗衡中共在该地影响的努力 坎贝尔预计 到时候将会有更多国家参与蓝色太平洋伙伴 这也就意味着参与围堵中共的国家越来越多 9月20日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发布声明指出 在安全机构的建议下 中国联通和中资电信企业太平洋网络 及其全资子公司ComNet 被列入这项黑名单中 外界认为 主要是这两家公司有间谍行为 威胁他国安全 FCC主席杰西卡·罗森·沃塞尔在声明中说 今天我们采取了另一个关键步骤 保护我们的通信网络 免受外国国家安全威胁 他并指出 今年早些时候 FCC取消了中国联通美国公司 和PACnet ComNet在美国提供服务的授权 因为他们对美国的通信构成了国家安全风险 PACnet ComNet之前被禁止在美国提供电信服务 因为其未能解决FCC的担忧 其中共政权在该公司内部事务中可能发挥的作用 今年3月份 FCC发现 作为一家中共国有实体的子公司 这两家公司受到中共政府的影响和管制 他们别无选择 只能服从该政权的命令 PACnet ComNet和中共政权之间的关系 使其可能为中共提供访问、监测、存储 以及在某些情况下 破坏货物党美国通信的机会 从而为中共的间谍活动 及其他针对美国的有害行动提供方便 另一方面 FCC在2015年1月裁定 世界第三大移动运营商中国联通 用能力监听电话并追踪其用户的位置 据称 该公司还允许中共利用其设备 通过加勒比地区的网络 监视成千上万的美国人 作为该政权对美国人进行间谍活动的一部分 此前 FCC将中国联通持有国有股权 并按照中共网络安全法形式的情况 列为国家安全威胁 FCC说 该公司可能被用作间谍工具 给予中共访问 存储 破坏或误导美国通信所需的能力 以上就是今天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大家晚安 我们下期见